哈喽夜问爱有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大龙汪龙城 哈喽 耐特好了 你觉得自己说过最经人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这条罗刹机 我说了算 Costco很多角色 你觉得自己Costco的角色里最像的是谁 最像的是 应该是鹰母花道挺像的 喜剧和恐怖片对你来说哪个更有挑战性 哇当然是恐怖片 因为本人就是一个 有带的那么一点 幽默 灰鞋的人物 你自己这样讲 如果不当明星了 那算是做什么 应该是做一个 Vesion Designer吧 如果你需要借一品句款 你会选择向圈内人谁借 这脑袋里瞬间浮现了一个 波品超这三个字 最不能理解的时尚人度是什么 最不能理解的是穿很少 就是衣服地区的时尚 不是因为我本身很怕的 看女生第一眼通常看哪里 如果可以 我希望看穿她 就是看到她后面去 诶 那我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会看她的穿着 因为我很喜欢欣赏 不管是异性或同性的穿着搭配 那什么是你的粉丝呢 Bank Carol 去KTV必点的歌是什么 通常不会点自己的歌 因为会有一种上班的感觉 真的还蛮喜欢点周绝人的歌 就是这样子 都很老实 周哥 I love you 如果你是女生 你会选汪东城还是吴彦祖宗吗 我是女生 我这么闷你说如果我是女生 这问题我不回答 选一个超能力 读心术还是隐身 我觉得是隐身 读心术其实很困扰 因为你会常常听到对方在讲什么 讲坏话讲你好话 然后你不想听到 幼儿的情绪是很累的 因为能力越大 增率越大 很烦你睡都睡不好 平常睡觉都要带耳塞的 还要去读别人声音 有后来也睡 所以隐身好 又叫隐身 能不能跟你玩一个脑筋 急转弯 不能 不能不玩 两对父子去餐厅吃饭 服务员给他们上了三副碗筷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一对 子孙同堂 自拍一般拍多少张 才会有满意的 一张 我通常拍第一张 不满意我就不拍了 最后用我们最帅的一个方式 跟大家说一句 拜 好啊 小伙伴们 拜拜 下回见了哦 夜问的伙伴 拜拜 亲笔签 答案是 这样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